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吉林的球手郑宇博 对阵屏幕右侧准备上场冲球的来自黑洞江的球手孙明明 孙明明开球 比赛采用21局11胜12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出现 两位选手也是继上一战分战赛双压山战 比赛当中碰面之后又是聚在了一起 在双压山的比赛当中呢 孙明明是淘汰了郑宇博 那场比赛过后呢 孙明明也是一战成名 这名球手呢来自哈尔滨 他的教练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于婷 那么在刚开始接触于婷之后 练了一年多 孙明明也是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啊 转转了一些 比如说做生意啊 或者其他的工作 经历一段时间的周折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球摊当中 那么本次中国区的选拔赛在第二阶段 依旧采用双败淘汰 所以每位选择都有机会 据说是想十一的了 对 应该号双败淘汰 左上方关电球啊 十三号郑宇博不会轻易动 十三动完之后呢 浹荥可以直接走上去到底的一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5号有下 还有机会去解决左边的边控黄翼 需要从双方 弹空边再过来 直接横向下低竿的话 还是有一定难度 看这个位置 还可以进攻吗 因为我们这个俯视角度 视觉还是有点叠加效果 不太好判断黄翼跟十三号这个缝隙 到底整颗球有没有得过 顺便一上来 这个翻中带就已经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跟对手打不会太拒绝 也不会太打一些放手球 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要拼的 帮进十四做防守 或者帮进白球放到最上方 十四房的话要带一点低竿 看跳杆 这个位置对于跳球好的运动员来讲 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位置 对 而且关键黑八开放 跳完之后刚好横向的弹空边 向左边走 包好右边可以叫底下 还能保 还能保 翻转 翻转 自右手 角度太大了 这边甩带了 滑转 滑车球都是有象 轻推 这一般球局也是几经一手之后 这忠于博士掌控了机会 第一点 正义博士 比分1比0 他很正确的 不可 但是 滑车球是消灭的 发生 滑车球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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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郑宇波开请 郑宇波作为种子选手啊 本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在本次中国续选拔赛当中亮相 而且又是TV台 上来之后呢 先找个比赛 有点冲球的感觉 收力啊 技术冲球 这边呢 开球时机 中代没推进 郑宇波测 郑宇波可以考虑选择啊 而且这材12号球有机会还是要把14号这边稍稍处理一下 这样的话划测局面就可以打开了 可以到端四 14号右边底带有下了 再来 中代还能拼 跑了 不过这边 孙明明的 这个球的位置啊 也是不算开放 上手带口的右边下方的7 花球中间往上 中间有一个6号球 我看到中代右边啊 可会进攻 还可以打 再来看这根传球啊 23 排球向屏幕右边走 有机会可以戴一下边裤的单色 再来 有薄有K啊 这杆球看能不能尽量的去刮一下黄衣 局面打开 复杂的局面通过两杆球 嗯 孙明明这个化解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这个球 白球 白球位置有难度啊 控制力量 虽然打进中代了啊 但上方还有啊 是 黄衣 其实剩两颗啊 不是 剩三颗球的时候啊 没觉得他会先打下边这个7 左边中代这个球 刚才也是可以首先考虑 然后低竿下来再上去 下来过度 换归 可能在TV台啊 一上来 就来收紧 对 但他刚才的这一盘球里边 在处理这个复杂局面的时候 这两盘球 可是打得相当好 是的 但有的时候 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所以打打之后 在一些局面下 他会出现真空 往往就是复杂局面的有一部分 完成的特别好 剩下三个很好的位置的时候 掉链了 而且他的对手 是人气非常高的 郑宇波 虽然说上一战比赛 他淘汰了郑宇波 一战成零 但这多少也让他在这次相遇当中 背上一些心理包袱 没错 跟刘洋一样啊 又是TV台 对吧 观众们觉得又有意思了 俩人又跑又车在一块了 能不能再赢 对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实力 可能在心里比较强大的球员身上 或者心里面 他会考虑 可能赢谁都是赢 我想要夺冠 任何人都必须要去赢 是的 但台球这个运动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就是说在第一场遭遇战的时候 往往名不见经传 或者名气不是很大的球员 都能够暴冷 或者说取得一个好成绩 但是在第二次碰面的时候 两个人知己知彼了 对 对方开始重视你的时候 往往难度就比较大了 这边白球啊 有屌带 自由球 这边郑宇波看有什么想法 找球接力 对 或者是中单往下K 两种方案 一个是借力 一个是K 正常用5呢 像屏幕右边来借 一定要打得非常准 打带角里面才可以啊 打这个位置的话 那还是不要进 进了之后 就怕白球贴到实义上 自己没得打了 这就是 前面已经是 他肯定也有这种想法 所以打的时候 这个白球有所控制 不过还是出了问题 不好防 直接拼好了 底带 我也不是不准 对吧 漂亮啊 然后后面再看事物 白球能较到屏幕的下边是最合适的 打进同时下低杆 往下走 非常熟练地把一个复杂局面打光了 第二局 终于博胜 一分2比0 谢谢 谢谢 第三局 孙明明开球 球军的还是比较多 但两组花色各有难点 左边中带上方的12号 右边中带上方的3号 边枯球存在 下方也是平均 三颗单色三颗花色 再看黄移中带 要拼吗 这感球其实不太好打了 你推上方红3如果不进的话 会对方漏机会 长台2号 右边上方下来 7号3 中高弯发力 有这个力量 太大了 对 首先孙明明今天这个战术意图 很明显 最起码 气势上我是不能输给你 是 我不怕你 打不进是打不进的 但是这个球该怎么打 我都会去执行 不能跟我说一上来 主动就开始做防守 揉爆 不进攻 对 这个他不会 只不过稍显用力过猛 正常那些合理防守都会去做 该拼的时候不太会手软 我相信随着比赛的进行 孙明明这一边比分的增长 慢慢慢慢地 他会进入到一个最佳的比赛状态 中代6号 4号 好球 准啊 孙明明这准度还是真的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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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将主球停到三号球附近 去做二号中带 还是法力冲出来 控制好力度就好 抓住对手失误 第三局 孙明明胜 一分一比二 第三局 孙明明 我要开手 通过上一盘球和前面的还有一盘球能够看得出来 孙明明在一些中天空局的阶段 然后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相信在双弯山的比赛里面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他把比分能够领先甚至于说反超 包括在双弯山比赛里面可能前面一个阶段正一波在开球的环节做得不好 然后孙明把比分领先优势比较大 还有就是非TV台 压力比较小 但是能不能够在今天的TV台整场保持的一样呢 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来看了 因为郑伟伯的这个进攻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边就说着啊 一干清台了 四里 郑伯伯正 一分三比一 开球清台 一分三比一 第五局 孙明明开球 一分三比一 单色 那么下面的五号跟黄衣之间 包括七号跟黄衣之间 这种处理球都是后面一个关键点 尤其这个黄衣是不是右边十四没打 没打的话 五号包括七号球都是有机会可以叫黄衣 打右边底带的 首先下低竿横向走 叫五号 小了 看这个架势这个球肯定是要K了 还要再拼 我看这个球肯定是要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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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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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架杆 好球 这角度相当难的 第五局 孙明明胜 一分二比三 第六组 终于没有开始 进球没问题 扎得非常好 这白球有点太靠上了 而且这盘的目标球散落情况也是没太配合 有难度 七号 终带 又没进 前面上一盘有一个就是右边终带 这杆球给孙明明来去选的话 选手也不见得是好事 选花球 还是选单色 屏幕下方形成的小球队 三号 十一号 十二号 七号 十三 单色五号 这杆黄衣胆子大一点的话就下来直接奔红三 是的 这位置来去K了 有这个力量 这个效果 还可以 但又回去了 对 这个可以就是7K出来了 但是四号又上去了 是 而且你现在想倾台 你必须打7先K红三这边 就是K十一 不然的话你低杆球就要上去 然后在下来的同时呢 用二号球再向11这边就可以 就是每一颗球都特别关键 先带一下 好球 那么再打红三下低杆往上 能顶到四号球下面那个字 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刚好那个四号球的字母的位置 太低了 能够好这儿 天赐两左 一打 消遣 停在里边了 这也是没办法 前面那杆球没K到 停在里边 感谢观看 还有抬高杆尾 把球再往上放 翻下了 也是无意识的 怎么还能打十四 选择十号球呢 横向向左 而且有机会去带十一 可以干 虽然没进啊 但是孙明明这边 也没有好机会 都被坐上了 就算横向解 解禁似的话 也没办法打小说 二号就 需要特别好的运气 这都不行 因为这挡得太严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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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呦 这个白球不好啊 走啦 而且黑八从画面上来看啊 右边底带二号球应该是挡住了 所以说一定要叫左边的带口 这杆球其实如果说你想从上直接往下叫的话 台球也不需要往上走太多 低杆往上走多一点就是横向较位 打完第二酷要吃到右边中带下方的 然后力量还要放轻 第六局 正义博胜 1分4比2 入桌 好 既然公路 一七一局 顺便没开球 中球也不错 两球进腰带 花色球 准 他们两位选手 你不用太担心 球不进的问题 对 基本球的话 准度还是很稳定的 关键就看于 这个白球之间的 一个到位率 先接 孙明明这个打法 也是被他非常吸粉 不拖泥带水 非常刚猛 推过去一点点 留点角度向下 打9叫10 然后10叫13向上 在七号球上方就可以 或者七号球的右边 小力量 高杆 必须再轻推 一定要留角度 手加加高 贴碰球 谢谢 孙明明 一分三比四 开球精彩 好 好 稍等 谢谢 那 这 词 第八局 郑宇波开球 还是有球进 对 冲完球之后两次了 依旧在上方 靠库边附近 然后斜向的向屏幕右边去打 后许目前正义波觉得这种方式 我肯定是能进球 而且关键比分没有拉特别开 不太敢尝试的 有人用一些中高杆 打完之后往前走这种白球 或者中杆定在那里 那种情况下如果不进的话 局面会非常好打 也是多少加了一些控制 对 毕竟也是在两周之前吧 刚刚输给过对手 有些忌惮 这边正说着白球期待 自由球 自由 黑拔上方两颗 11号 13号 右边中带有下 12号球摆右边打左边带口 上方还有一个贴库的9号球 看这杆10 有没有机会直接去顶一下9 来了 顶到 11 可以交位 看这个角度 低端横向走 叫9 屏幕左上方底带 然后打进9之后呢 右边还有13中带 继续往下 带了一下对方红3 但自己的球变难了 大角度 大角度 边库9号球还有点够 身材球 真准啊 让我想起来刚开始的时候 白球在 底库的上方 1号球几乎垂直的位置 加杆器薄劲 对 就已经彰显了自己超强的准度了 轻轻一打一K 再来 右边呢 5号球下边又一个薄球 12号 再准一看吧 或者是15号这边 14没有挡的话 第一个横台 久而久之啊 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一准到底的情况下 有 但是不多见 了 对 不 这个5号又是K到了边扣上 要不要凭准度来完成这个安 比如说5号球不拒翻也不去K 那就直接往里打 来了 扣了一点点 先打电视我横线过来加14 看一下留角度了 打电视我横线过来加14 看能不能扩大领先优势 第八局 郑宇博胜 一分5比3 打电视我来看能不能扩大领先优势 这种人比较高兴 打电视我来说 这种人比较高兴 第九菌 说明没有害羞 效果真好啊 冲球 最起码进球没有问题 而且他这几盘白球 是要好于正义格的 感谢观看 往回退一点 简单打法 轻推 八号就反向中带 非常的轻松啊 打进八号 官方暂停 第九菌 孙明明胜 比分4比5 官方暂停10分钟 比分4比5 官方暂停10分钟 是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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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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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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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